不见张中跟台湾一样都属于闽南文化 当地古迹保存得非常完整 位于龙海的戴梅古村 276座古厕建筑 整齐一致 看起来非常疗愈 而这座城市生机蓬勃 每年的两岸花博会花团锦簇 充分展现了两岸合作的智慧成果 从空中俯瞰 红瓦屋顶竟然有序 整齐划一 这一瞬间 南岗的强迫症都被治愈了 276座古厕就像复制贴上一样 福建漳州龙海的戴梅古村 历经560年时代交替 还是保有岁月静好的那份古厕 距离厦门本岛 仅是一个小时 就能充分感受到 有别大城市的传统闽南风情 古厕河边吃的手工麻子 各式小店 在河山口当地的秋葵茶 享受慢生活就在这一刻 这就是我们每日的生活 最秋了 大家都是这样生活 我们觉得说这里很休闲 跟闽南特色 跟我们那边也很接近 但是它这里的楼情 比较好像比较集中 短暂远离城市喧嚣 走进古村 四面环水 平日游客聊聊可数 没有浓厚的商业气息 都是当地居民 就在自家门口做起的小生意 不过随着近年陆续有游客照放 也有年轻人决定返乡 选择在小村里靠自己的力量 卖手工艺 竹编和小吃也能谋生 其实在厦门工资也还不错 但是它非常的练家的人 所以我们就想说 小夫妻想回到家里试看看 争议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烂 比其他地方的话会来得烂一些 周边也没有带洞 所以单单就是靠自己吧 代美谷村里所有的谷错 布局对称排列 红瓦白墙 屋顶曲线燕围级 除了呈现闽南建筑特色 也体现早期四合院聚落文化 邻里间关系相当紧密 家家屋边门是传统的 是 是 是 所以大家常常叫串门子 对 他们这边长大的人说 他们以前都是吃百家饭的 就端着一碗饭 然后到处去串门 发展至今 目前仍有七成的居民住在古村里 平日捕鱼 种菜 自给自足 冷门小众的景点神秘感 反而引起年轻人一探究竟的好奇 我们江西就是比较江南风风水的 然后这边就是民俗风比较重一点 闽南风味 我觉得很放松 非常放松 很适合旅游 有做过调查 说是这边是一个 环水而建的一个村庄 很漂亮 所以就一块组织一块来这边 比起其他热门景点 动辄了上百上千万游客 淡美古村一年仅接待40万人次 未经过度开发改建的室外桃源 成了漳州现存珍贵的原生态古村 在漳州这个充满闽南文化的地方 还有很美丽的一面 就是花卉种植非常丰富 现在可以透过抖音直播电商 销售到全大陆 光是一个月电商销售就有超过 370万人民币 主播手中同款的这种发货品质 我们不是代名要发货 福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 花卉行业产值超过1000亿人民币 其中漳州以种植为主 产值就占全省三成以上 是东南地区最大的花卉集散中心 光是一个品项九重隔 透过直播一年可以卖破上亿人民币 运输过程中的鲜花都是会有 落花落叶正常啦 但是其实苗情好的话 因为我们都是自家的基地 我们像这种盆土都是很结实的 然后盆土会给它压实 以后发货 那钓花钓业其实都没有关系 早期不少台商前进福建 靠农业花卉在当地生根 更带动兰花产业发展 销往全球 经营来源的台商无福顺透露 现在只能靠育种创新 才能维持优势 你现在只能撞到新品种去赢人家 不然你真的没有机会啦 以后我们有一种欺世就是说 把这个唇部皱到白的 让它能够红的 然后这里是白的 这一个墙类的对比 会比较更漂亮更墙眼 张州两岸花博会 信七百多家企业参与 也有台湾业者研发出 独有的客制化兰花 我们甚至可以把公司的logo 都可以把它复制在花的上面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台湾 算是一个非常新颖的 非常有创意的一个 一个花卉 一个公司 利用独特颜料和喷花技术 在花瓣上作画 有漸层 还能精灵搭配 在过年期间格外讨喜 福建张州 素来以轻工业 进出口闻名 但只要一个转角 就保留了古仆传统与鲜艳蓬勃的生机